今天佩奇在空地上发现了一辆直升飞机 佩奇看到这么大的直升飞机 一下子就惊呆了 哇,好大的一辆直升飞机啊 佩奇在这里不停地看着直升飞机 就在这时候,猪爷爷刚好也来到这里 佩奇,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猪爷爷,我是看到这里有一架直升飞机 所以我才跑过来看一下 猪爷爷,他转过身,看了看直升飞机 佩奇,这架直升飞机是我自己动手做的 哇,猪爷爷,你太棒了 小猪佩奇,他听到这架直升飞机是猪爷爷自己动手做的 他现在很佩服猪爷爷 猪爷爷,这架直升飞机可以飞上天吗? 哦,佩奇,不可以 他只能在陆地上行走 哦,那就太可惜了 如果能飞上天空,在空中自由翱翔,那该有多好呀 小猪佩奇,他想坐飞机,飞上天空 然后在空中自由飞翔 佩奇,你说的我明白 不过我这辆直升飞机真的没有办法飞上天空 那好吧,猪爷爷,我知道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 好啊,佩奇,你问吧 就是,就是,我想坐一下直升飞机,可以吗? 原来小猪佩奇,他现在想坐一下直升飞机? 哦,佩奇,当然可以了 佩奇,你现在就可以走上直升机 佩奇,他兴高采烈地跑到了直升机面前 小猪佩奇,他坐上了直升机 猪爷爷在后面提示着佩奇 佩奇,你不要乱动 如果你动作幅度太大的话 不小心会摔倒的 哈哈哈哈,我知道了,猪爷爷 佩奇,他竟然转过身 面向猪爷爷说话 猪爷爷看到佩奇这样一个动作很危险 于是,马上走上前 让佩奇把身子转过来 佩奇,你面朝前面好好坐好 佩奇,他非常听话 面朝前面好好地坐在了直升机上面 小猪佩奇在上面玩得非常开心 因为佩奇,他是第一次坐直升机 不过,这辆直升机只是猪爷爷做的玩具直升机 但是,他也很开心 好了,佩奇,玩一会儿就下来吧 不要一直在上面,知道吗? 佩奇,他真的很听话 他听了猪爷爷的话,走下了直升机 猪爷爷,您这架直升飞机实在是太棒了 坐上去真的好高 对呀,佩奇,你还记得我的格特鲁德号吗? 当然记得了,那是爷爷的小火车 对呀,佩奇,爷爷最喜欢做一些交通工具 小猪佩奇,他看着猪爷爷,他感觉猪爷爷真的好聪明 佩奇,你放学,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和我来坐我们的飞机 你说好不好? 猪爷爷,他想让佩奇帮助他继续再坐一辆飞机 当然好了,猪爷爷,每天我放学或者放假 就来您这边和您一起坐飞机 小猪佩奇,他也很愿意和猪爷爷一起坐飞机 佩奇,现在我也很开心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猪爷爷和佩奇,他们两个都很开心 因为猪爷爷和小猪佩奇,他们都喜欢坐飞机 猪爷爷,下次我们两个做一辆更大一点的玩具直升机,好不好? 小猪佩奇,他居然想做一辆更大的直升飞机 当然好了,佩奇,只要有你的帮助 我相信我一定能坐一辆非常非常大的直升机 猪爷爷,他也愿意坐一辆非常非常大的直升飞机 好,猪爷爷,那我们一言为定 就这样,小猪佩奇和猪爷爷,他们两个决定坐一辆更大的直升飞机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击订阅我们 宝贝